秀林部落会议1号召开111年度的第二次部落会议 而秀林部落会议主席都努古鲁部落会议主席 徐勉玲、秀林村长周贤德 市役水泥公司董事长特助郭清水到场来说明开矿的重大建设案 与族人们进行沟通 会议成分别为市役水泥开矿说明会 秀林项部落共管委员推举及秀林文件上议题 针对市役水泥开矿说明会 因为秀林部落为土石溪流浅室区域 对环境安全提出诸多疑虑 秀林部落会主席都努古鲁表示 是否同意开发开矿最后还是回归到部落资商同意前最后的决议 在召开资商同意前 开发单位必须充分与具体的让部落人们理解 开矿对部落的利弊以及影响 因此在进行资商同意前 要求开发单位必须具体的呈现开矿的位置 开矿的方式 环境维护等机制 最后再讨论所谓的回馈机制 而最后的决定权 也是交由秀林部落主人们执行决定 一般就是外面要来开矿 通常它的程序就是要先经过部落的资商同意 就是部落同意 他们后来才会送还评 所以这个时间呢 其实因为有时候还评比较久 有时候可能十年 有时候可能十五年 但是前提是 我们部落的族人要先同意 才有后面的还评的程序 将来如果说你开发 你确实你可以保证说这个非自然的 非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部落居民的生命安全 现在这上面都是潜湿流区 大家都知道嘛 地震来 那个什么 台风来的时候 你们全部都是要 是不是要被迁到哪里去 对啊 那把那个土地的状态 明明确的让大家知道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平面的 所以你感受不到 可是呢 实际上你去整个阶段这样去看的话 它是有波度的 它一旦开采之后 有没有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公司也要把它说明的很清楚 修炼村长周先生的表示 修炼部落会主席非常的积极 立刻去召开部落会 让部落主委们了解部落开发的议题 也期望大家对部落开发的议题内容 能够充分提出自己的意见 最后的决定权在部落主人身上 记得教训休闲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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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